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创业者白娜 欢迎白娜 白娜是2014年来纽约留学 是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市场营销的硕士学位 其实之前你是在中国学的是跟财务相关的专业 是在北京 对在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的财务专业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来美国留学 然后还选择市场营销专业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本科学校 它是个提前批试录取 它其实不是我的target school 然后呢进了学校之后 就是财务管理也是当时属于盲天的一个专业 然后开始读了之后 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会计类 或者是做这种财务类的工作 然后从大一开始就开始 基本每一个假期都在做实习 或者参加各种比赛 我其实去过就是参加那种电视主持人比赛 真的 大一的时候 然后呢在那个比赛的时候认识了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有申请香港的这些香港大学 然后读传媒专业 然后当时做了下来也觉得挺喜欢的 就比如说在洋来访路实习啊 或者在央视去参加一些节目的这种实习 然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 然后呢 但是就是属于那会儿才了解说 还是可以有出国这条道路的 因为我的学校比较偏严肃 就政治来大家就考公元比较多 所以就没有想过这种出路 然后因为是参加那个比赛 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 然后才开始说 那如果出国也是一条道路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看 所以那会儿只是有一点想法 对 然后呢 因为我是就是处于很普通的家庭出来的 然后我父母是大学生 但是呢 就是他们是第一代大学生 然后但是因为家地方也比较小 所以大家从来没有考虑出国也是条道路 所以就是还是那会儿只是有个种子 然后想观望一下 然后后面基本每一个假期就去学不同的这个实习 比如说猎头啊 然后也有市场营销的 然后还有就是会计类的 就做了很多 然后可能最后坐下来发现像传媒类啊 或者是这种市场营销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至少有意思一点 就是你可以接触的人啊或者是类似的就是行业或者是变量会多一点 不像财务其实每天就是这些数字啊 然后这些报表这样 所以属于是经过了很多个实习最终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的 现在也一直其实还在这个市场营销领域在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然后是去年夏天你决定要创业 你说这个创业本来你就已经有全职工作 要创业呢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且你还同时搭建起了两个项目是吧 目前手上有两个项目 对 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原因给了你这样的动力 对这个其实说起来也相对怎么说呢 就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待不住的人 就是我在美国开始工作以前 我都是一个特别拼的人 就我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 就只是躺着 然后呢但是在美国尤其传媒这个领域 就是我们的行业会比较躺一点 就是因为美国公司嘛大家也不加班 然后大家也不会说像中国公司员工那么拼 然后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都不拼 然后你拼的就也没什么劲 就是就大概可能躺了三年差不多 然后呢到我就是这几年开始就疫情之后吧 我觉得就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就你躺有躺的快乐 就每天可能上个班 然后下个班去吃吃饭喝喝酒就挺开心的 但会觉得生活没有目标 对就是你觉得往回看个三年 或者往回看个两年你就觉得没有什么进步 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没做 对就是虽然你职位上或者是工作的这个scope有增加 但是你对于整个人的achievement来说基本没有 所以我那会就开始在考虑说那我要不要做点什么 然后做教育类创业呢第一个是我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帮一个公司去四处做宣讲会 然后因为我当时参加很多比赛嘛 然后就那会儿可能比赛名次都还不错 就经常去其他学校分享一下经验啊 或者是就是做做这种宣讲类的 所以我那会儿觉得自己还挺适合 并且挺喜欢就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的 然后在就市场这个领域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行业的经验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最开始是想做这种 跟我自己本职工作比较相近的这种技能类的培训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把行业里面 大家需要的一些东西带给一些学生 然后这样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创业嘛 其实就找一个gap或者是找一个问题去解决它 那我看到的gap就是你一个就是fresh graduate 就是你刚从学校刚出来或者再读的学生 它跟行业的标准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学校里学的课本的知识很好 但是没有办法直接运用到行业里 就是你要上手工作还是要经过几个月的training这种过程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能做的是去填补这个gap 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和设计都是以就是以行业为导向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mentor都是从行业里找的这些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的课程是能够帮助学生去先知道行业里要什么 然后并且先去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 对然后你再去准备去找工作 因为就现在其实market也不是很好 大家找工作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嘛 就是尤其跟本地人竞争 所以我目前还是主要针对中国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学生很努力 它有点像就业培训对吗 对有点像 然后更多的是说让你就是更好的把自己准备去找工作或者是直接去转行这样 好那另一个呢是和这个女性社团有关的 我觉得就是说职业规划这种吧 可能还和你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经验是相关性非常高的 那做女性社团又是受什么样的触动呢 是不是也和你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 是也有关系 因为我其实觉得在国外就尤其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有很多这种就是女性社群或者是说支撑这种少数族裔 比如说亚裔啊或者是华裔这样 但是就没有一个特别我自己没有找到一个归属吧 我觉得就是尤其女性 然后再加上是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初中也是因为我开始创业了 然后我创业之后因为我的感兴趣的这些topic可能跟我平常的朋友啊 我生活圈就不太一样 因为就是我身边就金融啊 你感兴趣什么 就是聊比如说教育类的 比如说聊这种就互相support类的 或者是这种woman empowerment这种的 那这种的话 可能跟身边的朋友就是大家每天聊天或者是平常聚会 可能聊的都不是这种 就是比较casual吧 但我其实是希望跟有一定的经验的人去聊一些这种比较特定的话题 然后并且能够分享自己的这个knowledge 因为我是纯市场营销 但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读教育出身的 那他可能有的经验或者是knowledge是我没有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这样的讨论呢 然后呢 但是我就没有找到 然后我这个社群的就发起也比较就是神奇 就是我是因为想跟别人聊这样的topic 我就在小红书发了一条帖子 我说就有没有就是女生 然后想就是线下我们聊聊这个topic 限定女生也是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女生还好 但如果po的人是个男生 然后就又random的这样去propose一个coffee chat的话 那可能他们的人都会有所迟疑 就是说要不要去这样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限定女生就这样 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安全的这样的心态 然后呢那篇帖子就somehow算火了吧 就是特别多人评论和发私信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拉一个群 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就互相就是这样 找你的当时就是回复你这个帖子的 都是在纽约本地的 对都是在纽约 因为小红书他有算法 就是我我是在纽约嘛 所以他大就是基本推的都是在纽约的这些女生 然后当时看到大家回复之后 我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就是都想聊一聊跟自己身边朋友不聊的一些话题 然后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 我希望这个就是聊topic这个group只有四到六个人 就不要超过六个人 因为这个是我的经验就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会形成小团体 到最后大家都是三三聊两个聊个的是吧 对然后四到六个人的话大家就可以一块聊 然后每个人又有足够的时间 然后去分享自己的这个观点 所以就是这个是唯一的要求 别的没有任何要求 然后大家就是反响挺好的 所以那篇帖子发完了可能 大概就会有一百个人在就是社群里这样 然后到从6月1号吧应该是第一篇 今年对今年6月1号 然后到现在大概一千一千二百三十多人 这都是在纽约的女生 对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职业 大概年龄段又是怎样的呢 主要的年龄段其实是在20到35中间 未婚女性 对就以未婚女性多一点 因为已婚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闲聊 对但是其实也有一些working mom 然后他们感兴趣的可能也跟创业有关 或者说就跟教育有关 因为有自己有小孩嘛 然后但这部分可能我觉得大概占个10%最多了 然后就还有一部分的学生群体也比较多 现在可能但主要的是就是大家已经工作这种young professionals 因为在纽约确实华裔的女性比男性要多 对因为也是她的整个这个大的学校的环境 她的就业环境导致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岸是这个男生比较多 东岸是女生比较多 而且在这边的女性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留学生过来 就是我非常清楚作为一个留学生留在这边上学 然后到工作 你的社交圈子可以窄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因为你每天在上学的话 其实你能接触的无非也就是同学 如果你想要很多精力花在社交上的话 你是可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 但是作为这个亚裔女性的话 你首先你会考虑你的安全问题 对吧 对 然后另外呢 你还会考虑这个你付出的时间成本问题 对 你出去对对碰 你见很多人 那学业怎么办 事业怎么办 所以你的这种经历你是有限的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明白 你把你的经历放在什么方面 什么方面就会出结果 对 尤其是选择出国留学 自己又留在纽约的女性 绝大多数她是独立女性 她对自己的职业追求 对自己的这种品行品性 还有未来的发展 她是有自己的一个既定计划的 她并不想依附于别人 所以她大部分的时间 她不会花在去寻找伴侣身上 而是会花在自我成长身上 对 这个我非常同意 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就是 是我们 有了社群之后你就觉得了 是吧 对 然后因为我们这周日 其实就刚过去这周12号 我们做了一个 头一次做了一个比较大的 这种线下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线下活动 其中的一个环节 就是有六个跟女性有关的topic 这样我们把这六个话题 包括这个活动 你得到的心得体会 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白纳哈之前你有提到说最近是因为社群人很多 有1300多个人 然后你们也经常举办活动 所以你对在这边的这个纽约的女性 大致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了 嗯 她们的情况 对 我觉得分几类吧 一类是就比较年轻的这些女孩 就是因为我最近 其实因为社群认识很多这种 刚刚出国 对 或者是99年00后这种 就在读书的学生 然后我觉得跟我们那一代 或者是我们就上一届留学的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大家非常的赶 就是大家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然后而且他们会非常早的去做准备 就比如说可能刚开始做研究生 他就已经开始四处找 就是说mentor啊 然后去了解一下行业啊 然后去主动的就reach out一些人去做networking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年纪小 但是思想非常成熟 然后第二类就是我们这种working professionals 然后我其实觉得 嗯 目前在社群里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 就是我看的样本就都在社群里了 所以大家可能都是比较 就是相对卷一点 就是大家对自己是有追求的 所以他会想要说认识不同的人啊 或者聊一些什么样的topic 那这些人我觉得都是above average的优秀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这种 就是小规定 就是大家会在就是进群的时候 先做一个非常短的自我介绍 就比如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然后目前在哪个行业工作多少年 公司是什么 感兴趣的topic是什么 然后我每次看到大家自我介绍 我都会就感叹一下 真的就特别的优秀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从金融啊艺术啊 然后甚至说心理学PhD 就这种做学处的也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 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想法 甚至说会去take action的这些人 然后呢我觉得 我其实也见了很多人 就不能说一千三百人我都见过 但是就可能两三百 我肯定是都见过 然后呢这些人 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就聊天的时候 真的是有知识储备 甚至是有经验可以去分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厉害 其实像这样的社团哈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给这些在纽约的这个女性 有一个共享的平台 因为可能每个人在每个行业 或者每个生活圈子 你接触的人和事物不一样 其实你看到的点和面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说每个人感受的生活 其实是自己的周遭 就你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那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其他的人去分享 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时候 其实是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你的这个思想 就像我每天在做采访 如果不是这个职业的话 我肯定不会对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认识和感触 所以这也是帮助一个女性 她不断地去提升她的认知 包括对自我的一个定位 她可以不停地调整 在通过和别人的对话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当中 她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 那在你看来 你从6月份到现在 也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你觉得做这个社群 对你来说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反映 其他的女性加入这个社群之后 她们想获得的 或是已经获得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我一直可能在说 我是这个社群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就是最早是 因为我想形成的一个dynamic 就是每一个加入社群人 都可以propose一个topic 然后呢 其他如果对这个topic有经验 或者有兴趣的人 大家就来聊天 所以不一定是我 每次去组织这样的活动 就是大家每一个周末啊 或者平常都可以约个coffee chat 或者是约一个什么样的brunch 然后大家去聊聊天 然后因为我自己 有很多感兴趣的topic 比如说什么AI啊 或者是data啊 或者是我自己的领域 education 创业 这些我都很想聊 所以我每次就会 就是propose一个topic 然后就组织大家 就是一块来聊聊这个 然后我觉得要么是 我其中的一个business 是在我这个社群找到的partner 就是我们俩是校友 但我们之前不认识 然后呢 我们是因为创业的那次topic 然后坐在一起 然后就聊了我们 对于教育的这些想法 然后就是一拍即合 然后就可能聊完之后两周 就决定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去做这方面的就是创业 然后我也有知道 其他就感兴趣 比如说做就是podcast 然后或者是对女性健康感兴趣的 然后他们就一块一起做了一个podcast 也是因为这个社群认识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大的就是收益 是你真的可以找到兴趣比较相近的 可以一块去做某一些事情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有一个support的地方 因为我做这个的初衷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华人吧 或者是华人女性 其实需要更多的这种彼此的support 因为就不是都有rumor说中国人不够团结 就在职场里面 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 去就是让大家有彼此support这个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 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那其他就在社群里感兴趣 愿意帮忙呢 可能大家就会去加入里面就帮到他 然后如果找工作需要一些 比如说interview指导 那也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去在社群里找到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mentor去提供一些经验 我觉得更多的是彼此support 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平常聊天 只是就是增进彼此这个了解的一个方式吧 那像这样的一个社群 就通过你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有很多潜在的 比如说这个交朋友啊 志同道合啊 或者是同专业的人 可以走到一起去做一些 他们共同想做的事情 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 就是当这么多的女性坐在一起 讨论的可能都是自身的一种成长 对未来的期望 包括是对各个行业的这种意见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纽约的女生 有很多她是焦虑的 这种焦虑是来自于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到了 尤其是女性 她的这种生育年龄是有限制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 我知道你从28岁往后 你这种观念给你带来的压力 我相信你在这个社群当中 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 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越是这样的女性在一起 你可能就是一种 好像我会觉得啊 就是好像有没有男人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谈的都是追求事业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真的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 大家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 会不会也讨论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问题 对于现在在纽约的女性来说 她们有怎样的焦虑 又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焦虑其实目前来说 反而来自于这种亲密关系的焦虑 会少一点 就是至少我来就看起来 因为我有这个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里面 就是周日的这个大的活动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小组讨论的这个环节 就是我们分了 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topic 比如说就是一个是女性权利和富能 然后还有就是女性成长 就包括职业或者创业的 然后呢就是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其中有一个是亲密关系 然后你想我们大概现场 可能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呢都是女生 然后我们会自由愿意加入哪个topic 就加入哪个topic 然后你就会发现亲密关系 基本没有人去 真的 对 就大家都基本扎堆在职业和成长这里 或者是健康这一类的 会不会是因为大家觉得 在纽约就是找伴侣太难了 是这个我听到很多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相亲市场或者是dating app 就是的体验都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大家觉得 纽约毕竟就是男女比例稍微有点失衡 就女性居多嘛 那就是在这些里面到一定的年龄 再去选这个伴侣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点难了 而且怎么说呢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说择偶嘛 你还是要双方差不多 就这种用门当户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足以来体现现代这个婚恋观的 因为门当户对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什么身份地位啊 什么资产啊 但是我们说的这种门当户对应该是这种思想上的 学历上的 包括是人生共同目标上面的一种追求 对 那如果把它提升到这个高度的话 你就会发现身边合适的男性非常少 对 就是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你找一个合适的人 其实很大部分是靠运气 可遇不可求 对 就是这个不是说你非常努力去做就能达到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是要么就目前来看比较多的这个轨迹 都是大家在学校里面 然后的同学或者在学校里面 因为什么样的机会认识的校友啊 或者是怎么样比较多 就是如果真的开始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 更难 很难 就因为社交圈子非常局限 尤其又因为几年疫情 就大家基本不出门 然后就很多女生其实是偏内向 那如果不通过Dating App这种方式 她们其实比较难遇到这种合适的人 那说到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在女性成长这一方面 你觉得大家比较焦虑或者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好像给我的感觉 就是现在在纽约的很多女性 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创业的女性 我会觉得大家好像都有一种急迫感 而且很多都是尤其是疫情之后选择创业 可能是这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让人产生了更多的焦虑 所以往往在自己有一份稳定工作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不确定感产生 我觉得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可能来自于 就是还是华裔或者是华人加女性的这个身份 因为就我们一直说 其实华人在职场里面是有天花板的 就是你在企业里面 就是尤其是以白人为主的这种企业里面 你可能做到一定的级别之后 再往上其实非常难 就不可否认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可以做到比较就是高的这种 比如说C level啊或者是更高 那就这种其实还是少数 对于大部分来说 那个天花板确实是存在的 就很多人需要非常努力去突破这个天花板 比如说很积极的融入当地啊 了解文化呀 然后甚至说一些办公室政治 其实都是要去学习和努力的 那这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优势 然后再加上女性本来可能就会 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公司里面你竞争的就又有男性 然后又有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身份 所以大家就会说那在职业里 我可能做几年就做到那个level 我就再上不去了 那这种时候如果想要追求个人的发展 那创业好像就是唯一出路了 就是你总得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个现状 所以这个是我听到的很多 就大家就是为什么去创业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职业里面 自己能够改变的不是特别多 但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可以掌控的 对 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 对 所以很多女性像你一样 一方面呢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呢又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爱好 却拓展更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